第二十六題 兩球碰觸後 兩球分開相距5公分如圖三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實這個就是所謂的接觸起電的過程 當我們先靠近一個帶電體的時候 近端會生異性電 遠端會生同性電 這叫做靜電感應 互相彼此碰觸的時候 我們的正負電會中和 因為這個是靜電感應出來的 所以絕對不會把這邊的都完全中和掉 所以就變成這邊會帶正電 這裡也帶正電 所以他們互相排斥 最後分開的時候 導體電荷就會均勻分佈 所以最後兩個都帶的是正電荷 又帶的是同性電的意思 所以第二十六題問我們說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X金屬球和Y金屬球的電性相同